川普对付金正恩除了是嘴炮之外 还有四把刀 包括了经济制裁 这部分跟中国目前已经联手在做了 那还包括了秘密行动 外交协商跟军事力量 外交协商目前还没有回到谈判桌 那秘密行动斩首的部分等一下来聊 但军事力量这一块 美国如果不自己做的话 我们看到其实俄国也有些动作 我们看一下这个大电视可以看一下 这是普丁在最近集结了大量的坦克车 到了北韩的边境 郑老师你认为这个目的跟讯息 横角色要出手吗 我们在之前要看到 就Tillerson国务卿12号到了莫斯科 见了这个拉夫罗夫 最后有见到普丁 也见到 但是这个见到普丁 现在没有完全的一个资讯 只是透过国务院发言人 Donald他是代理发言人 他讲出来的 但是我的判断是见的 因为普丁透过各种消息传出来 他是不赞成军事选项 但是赞成对北韩升高制裁 还有增加政治压力 不赞成军事选项 那为什么他自己要拿这么多坦克 这个坦克车不是去打仗的 防止北韩难民跑到俄罗斯 所以这里面当然这也是 对付难民要用这么多坦克车吗 中国大陆更多 中国大陆派了几十万大军在那边 三十万 四十三万可能 有人说四十三万大军 在这个中朝边界上 那这个是更多 那俄罗斯这个算是少的 因为俄罗斯军队没那么多 不像中国大陆多的是人 所以说几十万派区就派去了 他就是防止难民 而且必要是呢 他用开火都要把难民挡住在边界 不能让他们挂越边界 俄罗斯如此不人道吗 这没办法 俄罗斯的话呢 南韩的客机被俄罗斯军机打下来 直接打下来 直接打下来 根本就冷了是冷战时期 后冷战时期呢 也好不了多少 俄罗斯在对于这个乌克兰呢 他是支持东乌克兰 他是打西乌克兰 是手不软的 那么这里面来看呢 他是配合美国在制裁北韩 但是呢 不准北韩难民跑到俄罗斯 这是他的一个政策是分开的 但是他外交上呢 确实他们做了一些努力 所以说美国这次外交上是成功的 不仅中国大陆习近平支持他 而且以行动指示 拍五大围到南韩 那么还有穿梭各国 也支持联合国的增加制裁的一个决议案 那么俄罗斯也支持 所以这里面是难得的 这是在美国大概多年来呢 第一次中俄两国都在联合国安理会 支持这个下降制裁 所以你看这一次的大国 不管在博弈或在朝铁拜祷 使力角力这一块 最大声要答的是谁 美国 川普 但真正实际区已经做好开战准备的是谁 俄国 中国 边境开始部署兵力 部署兵力是防止烂 美国连自己撤侨都没撤侨 他南韩的部分没有任何的撤侨行动 其实不准备啊 跟他根本无关啊 他反正死都死你们啊 没有美国他自己没有撤 他自己美国的侨民啊 所以他的动作大 他这实际动作是没有的 对不对 我们来看这个部分 我们刚刚来要列到四点 美国治韩北财的四把刀 除了经济 外交跟巨市力量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秘密行动 秘密行动在这一次北韩 之前4月15号的阅兵大典上面 也看到一个特殊部队 我要请教天罗哥了 因为这次展示的特殊作战部队 等同于美国的很多 像绿扁帽啦 三角洲啦 这些精英部队 那这个部队 让我最讶异的是 他的规模可以达到 10万人啊 北韩的特种部队 有10万人啊 那再 而且是一个非常新的军种 来看这个图表 2017年成立了新的军种 等同于高级的特种部队 而且只要这个 最高司令官一声令向 就会像白头山的闪电一般 勇敢地刺激敌人心上的正中央 这个出现在阅兵大典 也是投一回吧 投一回 而且最特殊的是什么 你知道 原来这个部队的 司令精英服 他是少将 结果在4月15号亮相 对不对 4月14号 金正恩把他连跳两级 升为上将 他们 少将可以直接变上将 直接变上将 这里面你充分看到了 这个金正恩有一个心态 他说你要弄什么东西 其实他都知道 这个美国的特种部队 海豹部队这些 因为他在 西方的时间久 他的资讯是完全齐全的 好 我立刻搞一个这个部队来 就说你敢搞 他怎么可以有10万人都是特整部队 北韩120万部队里面平均 他2400万人 其他的虽然不是军人 但是平均25个里面有一个是军人 所以你算是人海战术就对他还有多少他要调要转要变随时变而且他整个部队里面还有一个心理作战部队还有政治部作战部队他可以随时调整的那这个行为跟动作完全就是针对你老美来你不要讲你有这个我立刻的这个特种作战部队而且出现的时候完全比较美金油彩墨镜� 带着他们的自己的幕 因为三角洲豪绿扁棒我们看了很多好莱坞电影知道他们是金兵几个美国大兵可以把一整个对方的这上百人可以直接歼灭掉 那这个规模10万人看起来数字惊人但他们到底厉不厉害呢 他的按照他们的训练 比 我不觉得他们会 如果你真正去打的时候不见得会输的 因为第一个 这些人全部不怕死 第二个 你说北韩的大兵跟美国大兵单挑不会输的 你整个整个去打的话他不会输的他一波一波他就不要 你穿草鞋的跟穿到皮鞋的绝对有差别他们最大的差别就是在这里 而且他们认为就是说唯一的领袖效忠就是金正恩 只要他 那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听那个牡坛风的那个歌 除了你我们谁都不是在乎除了你的话我们谁都不听 今天全世界有哪一个 全世界有哪一个国家可以把全国的人民 这样子三代洗脑洗神的 他只有一个金正恩的话 而且他的新闻 国内有什么新闻 全部是一天到晚反复他们的宣传 这才是他真正可怕的地方 而且你知道吗 他们那个一般的人一天才吃8两米 除了你当军人 有待遇好一点以外 所以说草鞋跟皮鞋我觉得心理层面的作战 这个指数没有背列进去 对对这一点大家在那边讲说美国又什么又是这个 那你打打打看啊 他金正恩他说我两千四百万人 我敢死一千万 你美国敢死多少 美国只要大兵一死他国会就开始要撤军了 对不对 好我们来看北韩呛随时要进行核子施暴 大家观察另外一个日期就是 4月25号的北韩建军85周年这一天 那川普在这段时间呢 前段时间是放话 这个无敌舰队开过去 那现在还是继续放话 要金正恩乖一点 这当中如果不乖怎么样 等一下请教老师 但这段期间川普还讲了一段话 他特别大赞中国这段时间 对于北韩处理问题处理得干得好 我想请问一下江青姐 到底北京做了什么事情 让川普可以如此胜赞习近平主席 习近平主席这个旋风式的 到美国的佛罗里达州 短短24小时就来回了 那大家行前大家都说 哎呀台湾问题会不会是 他们讨论的主题之一 但是我们当时都说 哎呀台湾问题根本 现在不在他的table上面嘛 他根本不重视 现在最重视的问题就是北韩问题 所以在东亚的这个部分呢 北韩问题才是真的拿到table 去跟川普讨论的 那川普在日前曾经放话说 要把多少国家列入所谓 指控为汇率操纵国 对 可是呢后来就虚妄一招 最后公布答案是说 中国不在这个所谓的汇率操纵国 大家都是看一定有中国 大家说现在是中国 我们需要他帮助 对 所以他其实是做了一个球给中国 就是说我做了一个善意给你了 现在我看你表现了 北韩方面的表现就是看你 后面有没有做什么样的动作 习近平做了什么表现 对 其实习近平在对北韩的这个沟通上 其实他对他来说北韩一直不断的核武发展 他也是有隐忧的 他不是没有隐忧 他的武力过度发展 对他来说他的经济发展一定会受到波及 那他在边境上面的不安全度也会增高 那刚刚包括这个一星老师也提到嘛 说刚刚那个俄罗斯把坦克开去那边 是为了阻止难民朝 同样的道理 中俄 北朝鲜跟中国的边境也蛮长的 这么长的一条边境的过程当中 如果真的是难民朝往中国移动 中国也会吃不消 中国也会有很大的一个灾难 所以中国能够去处理北韩的 我觉得就是两个事情 第一个事情就是说 我给你一些金元 你就乖一点 不然我现在就把你 金元的部分先暂时给你扣住 我这个包括一些银行啊 汇率啊什么 我都把你押住 金元啊还有之前的煤矿不买嘛 没错 没错 因为他韩国 那个北朝鲜你说他能够有什么经济命脉 据说他有去游睡觉竞争 你干脆到时候流亡算 他把你安排 是而且中国现在去北朝鲜 观光的人数很多啊 中国只要把你封锁起来 我就是禁止中国人进入北朝鲜 去平壤啊相关的这些地方 观光的话 那就重创北韩的经济啦 那北韩在现在的过程当中 还有两件事情嘛 包括他的航空 他的船运 中国只要在这个过程当中 把你限制住 这个对北韩就实质的重创 所以以上这几个 最实际跟钱有关的 在美国的眼中 中国其实有去跟北韩做施压 是没有错 这也是为什么 这个航空母舰还不需要 第一时间就开过来 然后川普只要先讲讲话 因为后头这个习大大已经回国了嘛 该处理的私底下已经开始做好布局了 那所以金正恩是这样子啦 因为他作为这个北朝鲜的这个大统领 他总是要表现出他这个领导人的样子 所以对他的国民的这个宣传上面 他就说我要阅兵啊 我要发射 他不能不发射啊 但他发射 能不能真的有如他所说的 那么强的力量 那么准 不知道 没有人知道 这个有三分十 七分虚的可能性存在 所以在今天这个状态当中 川普他也不希望真的打 因为打对他也没有什么好处啊 如果真的打最受害生的人是谁 南韩 南韩 日总 再来日本 中国 通通跑不掉 你在国地间看这些领袖们在互相讲话放话的时候 你会把它比喻成一部电影的话 AB主角在打拳路套招的时候 那一个动作一个拳 好像都已经讲好的 因为你看第二天 虽然说太阳前那天没有直接发射 隔天发射以后一升空以后马上爆炸 第一时间我记得应该不到三个小时我就看到即时新闻了 中国智库学者胜赞金正恩有智慧 老师这个很厉害吧 刚刚是这个赵拉一失败 中国的官方的那个智库学者马上就说 金正恩是有智慧的 这样大家都有台阶下 这个在记录上是可能的 飞弹或者火箭上去 可以让他自动引爆 这个就算他本来没有让他坠毁 他也可以引爆 所以你也认为这可能是套好招数吗 这个是一个可能性 因为北韩也当然 北韩的飞弹的失射的比例是相当高的 这主要你看它飞弹体积也特别大 它比西方的同样能力的飞弹 现在还是很大 一般来讲比西方国家大了50%左右 所以说你看它浅射飞弹这么胖 我就很怀疑它用什么潜艇来装浅射飞弹 所以说它里面很多人家怀疑的地方 但它现在乐此不疲 现在我认为最可能的不是泛针 而是僵局 本来是不占 然后让北韩就范也不容易 因为要让北韩就范 美国有几个条件 你要不只是停止核爆 停止试射飞弹 你还要放弃是什么可能吗 而这两个又是分不开的 你说你暂停核爆 暂停飞弹 北韩过去曾经做过 但现在更不可能 因为核武需要不断的试暴才能够证明它有效 那么飞弹也是一样 才能修改它的缺点 这个都是要不断的试射 不断的试暴 僵局为什么会这么僵 因为之前化粮太麻 做不了 而且两边都做不了 现在最多只要卡在那边 就是继续僵局 僵在那边 那么川普不敢动武 北韩也不敢动武 除非哪一天金正恩发现我生命不长了 那么最后来个自杀性的行动 攻击南海 那才可能让这个政权解决 也不可能 也不太可能吧 身体不好吃太多也可能 我想美国最好的策略是 龙虾鲍鱼送给他去吃 解开朝鲜半岛的僵局就是 多谓金正恩 有这种事情吗 我们来看北韩的五个地标 可能是接下来美国如果真的要有动作的话 会是轰炸的一个目标 大家看一下包括 封锡和世报厂 新浦潜建基地 宁边原子能研究中心 另外还有个东苍里火箭发射厂 当然还有平壤 这几个点都是美国可能的目标之一 但我要请教的是天鲁哥 因为副总统彭斯在日前访问南韩的时候 已经讲说 美国的战略忍耐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这句话你怎么解读 而且是谁真的敢对北韩开第一枪 我不认为他讲这个话 战略忍耐结束 他的那个调口调是跟川普差不多的 但是没有人敢去动 他也不是打日本这个 美国南韩跟日本境内所有的美国基地 他第一个打 第二个他有700艘潜艇 他有多少那个自杀潜艇 他往你美国西海岸去到那边的时候 你都不知道 他跟你拼了 他武器不拼了 不过就像当时的那样 但是他东西多 自杀攻击式的攻击 他东西多 他南北韩38度边境 4400门的大炮 还不是小炮 对着你手耳 20年前 38度线发现20条地道 今天你会知道他有多少吗 我认为他只要一开打 他的那个特种部队 60条地道直接的拿你手耳 什么时候涌出来你都不知道 你知道吗 15号那天 他邀这些西方媒体去到那边 西方媒体最大7NN 最大的差异是什么 他们早上轰轰烈烈的一票过去 街上没人 等到时间一到 五六万人突然在满街都出现了 这个就是楚门的世界 对 一结束的时候 从哪里消失他都不知道 我认为他摆了三个这个基地 你所有天上造的 都是正确的 但是地下有多少 没有一个国家 所以你的看法跟 其实易信老师有点类似 就基本上还是僵着 还是僵住 僵着到最后 是由中国跟美国 如果他们达成一个协议 这个协议是说 你不要动北韩 然后第二个 给足了金山胖的面子 金山胖最大的梦想就是说 他希望有一天 他能够代表北韩跟美国的总统 平起平坐 他在韩国的历史上 成为了不起的 这是他最大的梦想 那如果说你把这个条件提出来 而让他能够把核子 因为中国大陆绝对不会让北韩去到了 美国的手里面 他一定要有这个缓冲区 那怎么样子让这个小胖子 能够有风光 人家在大陆叫他三月半 绰号 网上的绰号叫三月半 他现在开始监控海外媒体 我们讲话还是稍微谨慎一点 他清清楚楚 他的那个心理作战部队 他的电视作战部队全世界第六 从他祖父开始就成立了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 基本上还是会找出一条路来 所以最主要的关键听起来 反而是在中国这边 对 好我们来看其实刚刚天罗哥提到的 这次很多外媒在平常看到的这些状况 我们给大家做个整理 就在太阳节阅兵大理那一天前后 全世界都在讲会不会要开战 结果拍到很多的照片 是这样的照片 民众在动物园玩射击 男子随着音乐在街上跳舞 妇女在广场在扫地 那还有很多民众是 花团景祝庆祝太阳节 当然做出来是要给很多外国媒体拍摄的 这是代表说他们是国泰民安歌舞升平 那我比较想要请教的 因为还包括了 有这么一张照片流出来 这是在北韩的理法院 金正恩的发型大家都看过嘛 旁边踢掉 梳起来 当时我们节目也讨论过 现在在北韩是否只有一种发型 是让民众像崇拜偶像一样去做一样的发型 结果原来他们的理法庭里面有公布照片 这是国家所批准男性可以理的 一共有15种 这是国家核准 你去比照一下 如果说据说他们的男子的发型 不要如果说差太多的话 可能还会被进一步的询问 这当中15款发型 没有金正恩的发型 所以老师之前我们讨论错了 不是大家可以去模仿金正恩 而是金正恩的发型 一般人不准去模仿 这就是金正恩去出国留学后的一个效果 因为他觉得还是要多样化 出国留学后的效果 虽然他自己是很满意他的发型 他是学他的祖父 金正恩的城 但是他让国家多样化 才能凸显他的特殊性 这是他 你看他也把一些西方的游乐场所 百货公司都引进到 甚至还有一个专门 蛮滑的 在我们来看算是豪宅的 给一般很多的中产阶级住 那么这都是他有一些想法 是跟以前是不一样的 以前金正恩他出国过 所以说知道外界是多样化的 所以他也要把北韩 打造成一个多样化的 连机场他都已经盖得很好 所以有点不满意 把总工程师给枪毙了 但是基本上还是比较现代化 所以他是有一种新的想法 但是他唯一不变的是 他的战争边缘哲学 或者战争边缘理论 永远只玩战争边缘游戏 但绝不真正打仗 这是他能够今世王朝 能够存活到三代的原因 假如他有小孩的话 还会存活到第四代 简单 最后问一个问题 我们要进广告 请到三位来宾 北韩太阳节 结果当天是平安度过 接下来大家看的是 4月25号的建军节85周年 北韩会发射飞弹或者核爆的几率 高不高 yes or no 会或不会 只有姜云姐说不会 两位都认为是存在可能性 我们回来继续聊 马上回来